从世界范围内来看,虽然大部分国家都是统一稳定的, 却也有很多国家,具有天然的分裂性, 如英国,如日本,如马来西亚等, 因为这些国家国土都非常的分散,而且相对的独立性, 因此,其实具有的天然分裂性就很大, 所以,这些国家领土都曾出现过分裂, 而下面这个国家,堪称世界上最具分裂性的国家, 但是这个国家不但没有分裂,反而还在低调默默的崛起, 这个国家就是印度尼西亚,印度尼西亚是世界领土最为分散的国家, 国家领土被切割成一万七千多个岛屿,分散到了极点, 而且,印度尼西亚整个国土几乎可以分成好几块, 如苏门达拉、赵尔、加里曼丹、苏拉威西、巴布亚、西蒂温等等, 而且这几个板块,相互距离很远, 这要是放在其他地区,那就是都是独立的国家, 稍微有点外来力量,或者内部强大力量主导, 整个国家就会很轻易地被撕裂,成为一块一块的, 所以,印度尼西亚堪称世界上最具天然分裂性的国家, 没有之一,印度尼西亚虽然具有天然的独立性, 但是其独立七十多年来,不但国家没有出现分裂, 而且连像样的闹独立都没有, 除了当年吞并东地温,然后在国际压力下吐出东地温外, 印度尼西亚国土没有任何的撕裂, 可以说那是一点都没有分裂, 而且现在有的巴布亚等的闹独立, 其实也是小打小闹,根本无法成事, 因此,印度尼西亚虽然极具分裂性, 但是不但没有分裂,而且国家还在默默地崛起, 印度尼西亚凭借庞大的领土,庞大的人口, 再近几十年来,不断加大经济发展, 不断开采周边的石油资源, 利用石油财富发展经济和工业, 使得其国家发展近几十年来维持快速发展的态势, 年均增速很快,堪称亚洲地区, 除了我国和印度之外的第三大发展中大国, 其计DP总量也突破了一万亿美元, 几乎达到了印度的一半, 而且印度尼西亚还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, 未来的发展还会非常的客观, 因此, 印度尼西亚也被称为正在崛起的隐形大国了, 那么, 印度尼西亚这么具分裂性的国土, 为何不但没有分裂, 反而还在崛起呢? 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, 第一, 宗教统一思想, 印度尼西亚也深知自己国土的分裂性和民族的复杂性, 因此, 这个国家独立后, 就以伊斯兰教来整合国内的分歧, 以伊斯兰教来统一国家的思想, 为此, 逐步的淡化民族的差异, 这一点效果那是非常好的, 因为印度尼西亚几百个民族, 无一例外的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, 这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家保持稳定的基础, 而且, 除了这一招, 印度尼西亚也是建立强大的军队, 随时对国内的问题进行监督, 随时处置可能的变故, 而实力弱小的各岛, 也不敢轻举妄动, 第二, 经济发展来掩盖矛盾, 印度尼西亚利用自己经济的快速发展, 逐步将全国紧密地联合起来, 而且在发展中让各民族获得利益, 自然就淡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, 尤其是在荷兰时期, 各民族和各岛屿之间, 就形成了经济的相互配合和联络, 而现在这种联络更加加强, 使得整个国家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, 用经济利益来收买整个国家, 这一招也是非常有限的, 所以现在的印度尼西亚, 国内稳定, 而且国家还不断发挥人口优势, 获得快速的发展, 未来将成为亚洲地区第三大国, 也是很强悍的, 参考了一切, 印度尼西亚史,